好 接下来我们就进入到 今天的第一个媒体焦点 我们继续来关注 当前的中美经贸摩擦 把时间交给月薪 好的 英峰 经贸摩擦对美国经济和百姓生活 都产生了不利的影响 结束贸易争端 逐渐成为美国企业和人民的共识 美国政府认清形势 重启中美经贸谈判 才是解决之道 那么下面我们就来看看 全球各大媒体 对此都有怎么样的分析评论 首先来看看英国路透社的观点 说如果再加征关税 美国的假日购物计将受到冲击 在5月的中美贸易谈判受挫后 特朗普政府准备将贸易战升级 把关税扩大至几乎所有的 中国输美商品 文章指出 如果美国政府 对另外3000亿美元的 中国输美商品征税 那么许多美国人 今年年底恐将度过 一个不愉快的假日购物计 因为这些商品中 包括了科技产品 游戏机 玩具 婴儿床 装饰品及圣诞帽 美国加征关税 将使他们的进口成本 增加25% 尽管特朗普曾表示 新增的关税 会由中国承担 但是实际上 是先由美国进口商买单 然后要么转嫁给供应商 要么转嫁给消费者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 美国消费者新闻 与商业频道的观点 说美国地方经济 在承受着压力 经贸摩擦带来的连锁反应 将以多种方式 对美国各州的经济产生影响 贸易专家说 损失最大的将是加州 加州的GDP总量 高达2.7万亿美元 它与中国的贸易往来最多 贸易额超过1750亿美元 中国在加州还有大量的投资 经贸摩擦使加州的GDP增长 受到了严重的影响 其经济已遭受重创 身处经济工作一线的 加州海事局局长表示 目前仍然看不到 经济复苏的迹象 受经贸摩擦的影响 美国的农产品和电子产品的 出口萎缩 伊利诺伊州受到的冲击 尤为严重 路易斯安那州 德克萨斯州的经济 也遭受了沉重的打击 我们再来看看 卡塔尔半岛电视台怎么说 结束争端已成为了 美国企业的共识 从小本经营的婚纱店 到资产数十亿美元的零售商 数百家美国企业 向美国贸易代表办公室 提交申请 反对美国总统特朗普 对另外3000亿美元的 中国进口商品 征收关税的计划 许多企业在申请书中 都认为在目前的经济状况下 继续加征关税只会进一步 挫伤消费者的消费积极性 使企业入不敷出 导致企业破产和员工失业 报道指出 特朗普的加征关税之举 似乎是一个恶性循环的开端 绝对的贸易保护主义 不仅对美国经济产生了不利影响 对世界经济也是一个威胁 最后我们再来看看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怎么说 对话协商是大势所趋 中美两国领导人将于下周 在日本召开的G20大阪峰会上会晤 就事关中美关系发展的 根本性问题交换意见 这无疑是利好消息 与中国市场联系紧密的 科技股和工业股 一改颓势大幅上扬 美国股市上涨了约1.4% 白宫首席经济顾问 拉里·库德勒表示 市场反应表明 谈总比不谈强 美国商会敦促美国政府 与中国进行谈判 并期待中美之间结束冲突 达成一项高标准 全面可执行的协议 那么以上就是全球各大媒体 对于近期中美经贸摩擦的 一些分析和评论 您付 好的 月薪